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測試的是 六峰 以諾塔的水位關門之海 我打算用來通關的隊伍就是這個 史萊姆 炸炸隊 很奇怪的隊伍 不過因為門之海他會吸血 我想說他會吸血那我就一直補血跟他玩 這是我的 戰術跟我的想法 大把給大家參考看看 這種隊伍基本上CT5之後就是 可以放就盡量放 遇到這個頭有點痛 這小心不要用到全體攻擊 用全體攻擊右邊他反彈回來 直接這樣9000多下去就死掉了 可以放棄盡量放入所謂 因為轉型隨時都會回得來 所以基本上在第八第九關之前 都會盡量放 我隊伍等級太低了 現在這時候就 要轉一下了 不然很危險 沒轉過去 沒有轉過去 沒轉過去 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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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這樣就可以再多做一次的 儲息滴了 一樣你就把他當純色隊完 因為他只要轉星就是全體攻擊 純色隊也是全體攻擊 全體攻擊是全部的隊員都攻擊 不是攻擊對方的全體 不是那個意思 火珠跟水珠我是比較用不到的 所以我在消雜珠那兩個我一定優先先 盡量先消掉 那現在又可以再轉了 小關卡的話不太需要省掉這個東西 因為CD夠快的話就無所謂 那6combo那麼多 鼓也鼓鼓用一點點 這款比較機車這種小魔女很多 反彈的又來了 到底要打哪隻 像這個我可能全體攻擊的話 做個4combo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全少 好攻擊力看自己隊伍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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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下一位全部都少了 所以你們一定要把他們全部少掉 不然就要被少掉了 好轉星蟲我會盡量用黑狗 因為我要兩隻啊 隊員不一定要牛魔王啊 也可以考慮用黑狗 多一..再多一隻轉星的 你看現在水珠跟火珠很多 轉星珠就不太划算 我不會轉 那我現在就OK 我不會轉 光珠吧 我不會轉 我不會轉 光珠吧 喔 好,到第八關了,哎呀,兩隻都被我轉掉了 沒關係,先打中間CD1這隻 看出太多了,決定轉一下 總之combo弄多一點就對了 像這樣就不錯,打擊就很舒服 天王盡量不要用,因為新豬可以全體攻擊,沒有必要轉成木的 看起來新豬不是很多 還沒被錘先不用急著轉好了 只要打哪隻,我也不知道打哪隻,隨便 檯面上安豬多 喔,完蛋 要轉多一點,下一局有三隻會KO我 不夠少幾隻 很危險 喔,只有一隻而已,還好 嗯,掃光光 終於看到王啦 他現在是光屬性的,所以光不能消到 就是,光不能消到,但是可以打到 嗯,我是不是有消到光了嗎 啊,果然 總理他的光屬怎麼那麼少啊 光屬少,我不想打他啊 我就是要小心公主,不要消到 喔,不要,我好可怕 喔,我就是要這個 這回合要補滿,不然 不好搞 這個時間凍結之後25回合 時間凍結之後25回合 試試看 這回合就沒辦法了 因為你只要保持這種 TEMPO的話 就不會被KO掉了 因為滿血被打也好 那你被打也不會死掉 對,回血是重點啊 打他這還幾次 對,回血是重點啊 然後現在轉光了 轉光這時候 不用說了喔 一定是大補血的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吧 喔,這種 轉的時候最怕是怕 最怕是遇到他 他出手的時候 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掉到 天降扣血的處 這時候我要把我的雜毒清一清 喔 恩 危險 這時候按住不能 按住消到沒關係 既然如此 看一下排列 一樣要把我不要的雜先消掉 這時候綠珠可以稍微轉一下 可以順便補血 好嗎 高級到爪了 我還可以撐一回合 這兩隻能夠不要一起放就不要一起放 因為變得沒有豬可以用 這timing在抓是比較重要的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四十一十二十三十七十七十七個 應該先不用轉好了 沒有把火柱消掉 可以看到還有兩回合 所以我現在不能消到暗的 消到暗的我就GG了 然後我可以保留綠珠 太多顆了 就這樣消好了 用綠珠來補血 因為你這時候 太危險了 沒用綠珠補不行 現在是 對了 六七八 九十 九十 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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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一下看看好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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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它秒數變比較短了 沒辦法 我們只能用拼得出圖形的方式來打這樣 這時候又可以再打一次 所以這種組隊救命的話是靠那一隻豬雀 因為豬雀在那個時候的話 所以我有時候會故意留下那個 豬雀來轉就是這個原因 好危險 差一回合 現在的目標是不要銷到光豬 這個是比較難度高一點 叫你銷豬很簡單 叫你不銷就比較難 我算一下牌組 這個部分應該是 不銷豬 應該說我要不銷光豬 但是又要能夠銷到火豬 啊 銷到了 銷到了還沒死 我真是運氣啊 靠 不銷到了 不能銷到按住 跟剛才一樣 其實我剛剛是不喜歡銷到的 這種玩法很必須啊 可是 有些時候就是剩五秒 哼 應該沒有看過人家這樣玩門子來吧 呵呵呵呵 挺可怕的 也ìn厚 小小小小小小的 這個部分 會被他追一下 等一下 下一位還轉 不能扣血 我們這條這位不能扣血 木珠不消 木珠不消 木珠不消的目的只是 為了等一下可以轉而已 我的木珠 好加賽 好BG的玩法 這種玩法有個風險 怕天降去破壞你 破壞到了 一回合所以我這回合可以 隨便打 我把水珠 和火珠都消掉 這個救命的就是一直留著就對了 很像我現在要製造一個強化的 強化木珠 強化木珠 像這回合就很危險 變成木珠要留 木珠給我 不要消到 我現在就靠木珠了 好 這種玩法太刺激了 是不是不建議大家 太多吃了 像我這樣嘗試 這種玩法真的太刺激了 好 我現在沒有黑狗 然後下一場又有這個石灸可以轉 好 我想一下 應該是 哎呀這個有點難 不轉到新的好像有點難 不轉到光的 八千多 剛剛八千多好像沒有被K掉 我現在也沒有出可以轉 好吧 就很無聊的 就給他 吹下去看看 我剛剛沒有計算我的血量 應該是剛好 真是的 我心臟要很大才能這樣玩 好 我的木的又快快到了 一樣留木的 等一下可以用 不咬 噢 消到我的木了 危險了 好 我還可以轉這個 好 好 看起來是應該是沒問題的 看起來是應該是沒問題的 如果不能在最後的時候我們輕敵 我們還是要用認真的態度去面對它 Oh yeah 門之海KO 終於過關了 好 不過那個 轉星的部分 泰銘要抓得很剛好 基本上血量可以參考 參考看看 轉星 如果沒有剛好一次就再見了 這是 我是試了蠻多次的 這種打法給大家參考看看 好玩就好了 但是其實沒有很好過 還是用暴力會比較好過一點 齁 好 這個示範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拜拜